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了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睡眠经销商》 梅莫从小和自己的亲人生活在墨西哥的小镇 由一个公司在附近的河流建坝兰水,导致整个地区严重缺水 村民们只能通过高价向他们购买 该公司还在美国境内的总部培养无人机飞行员 通过精神连线遥控操作无人机轰炸打击偷水的恐怖分子 梅莫不愿意屈身于这个小镇 她喜欢捣鼓黑客技术 每晚都通过卫星信号听去远方传来的信息 这天她和网昌一样戴上耳机 沉浸在大城市的喧嚣中 突然连接到了蓄水公司打击偷水者的频道 蓄水公司很快就利用粉针茶手段锁定了她的位置 梅莫吓得赶紧关掉了信号 第二天她和哥哥去叔叔家做客 在新闻里看到了一个飞行员驾驶无人机轰炸自己家的新闻 两兄弟匆忙跑回家 却看到了父亲被炸飞的一幕 梅莫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她感到非常的愧疚 迫于生计她只能出门去城里打工 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有节点的女孩卷发妹 她告诉女孩自己要去城里打工 女孩回家后将遇到梅莫的记忆传到了网络上进行售卖 因此赚了一小笔钱 还有个网友预约了下一段记忆 女孩知道梅莫是自己的摇钱树 在大街上找到了她 亲自给她介入了节点 自此体内的神经系统可以连接各种其他的系统 带她进入全新的世界 拥有节点的梅莫进入了一家记忆经销商工厂工作 将节点连接之系统后 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她是一个焊接工人 每天都重复着一样的工作 她知道这份工作在消耗自己的生命 但因为缺钱她只能坚持下去 她将自己赚来的钱都寄回家 哥哥也不再抱怨她 她每天下班后都和卷发妹待在一起 卷发妹也不放过这些相处的机会 不停地送她打听绅士 然后放到网络上输售 但她没想到的是买下她记忆的人 正是扎死梅莫父亲的那个飞行员 飞行员说她想了解更多梅莫和她父亲的事情 卷发妹便向梅莫打听她家乡的一切 在一次次的交往中 两个人都对彼此产生了感情 卷发妹告诉梅莫 自己会将记忆出售 梅莫似乎对此有点反感 这让本向梅莫坦白的卷发妹打消了这个念头 梅莫也终于敞开心扉告诉了卷发妹 自己一家人都是老实的农民 父亲的死亡是她导致的一场意外 一切都传到了网络上 飞行员知道真相后觉得很痛苦 她决定要去找梅莫道歉 另一边梅莫来卷发妹家里找她 无意中看到了自己的记忆录像 这让她感到难过 她认为卷发妹和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来调查她 伤心欲觉得她回到了工厂 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 疯狂的消耗自己的生命 飞行员通过卷发妹之前上传的记忆 找到了梅莫每个周末都会去的一家饭店 和她说明了真相 表明自己愿意补偿她 梅莫随即找到卷发妹 让她帮助飞行员连接上设备 飞行员在境外连接上了自己的无人机 甩开了众多追兵后 在梅莫的指导下 飞向了小镇的大坝并炸毁了她 河流从大坝的缺口一泄而下 小镇的居民再次获得了生活的希望 而飞行员也因此再也无法回到故乡 她决定去寻找自己的室和远方 梅莫则决定留在这个城市 和卷发妹一起生活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节约水资源哦 科幻站见 带你看清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